马上要为大家开启的就是本届金思路奖的最佳动画片 有请开奖嘉宾演员龚俊 导演编剧制片人宋小文 颁奖嘉宾导演苏达 有请三位上台 有请 各位老师们晚上好 然后电视机前的老师们晚上好 我是龚俊 非常开心也很荣幸能和宋小文老师一起来办第一个金思路奖 然后动画片呢一直都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 然后他开启了我童年时期的梦想 非常开心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更好的国产动画片受到大家的喜欢 尤其是神话改编的 然后告诉大家我们民族风和国风也可以很炫酷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宋小文 动画片一直是我从小到大非常非常喜欢看的内容 我觉得动画片它最好的地方在于 它给人以温暖力量 而且有梦想照进现实的最棒的能力 动画片呢是完全可以打破文化界限的世界语言 很希望优秀的动画片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电影节 扬帆出海 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 增光天才 那么今天获得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金丝路奖最佳动画片的是 我们一起吧 好来 安妮日记 恭喜 恭喜安妮日记 有请获奖者代表上台领奖 安妮日记以优美的插画风格独特的视角 丰富的镜头语言展现了 在纳粹迫害下的13岁少女短暂的生命片段 以及当下现实生活中少数人群的生存困境 创作者用幽默讽刺的动画语言 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 与对和平的自由向往 引发人们对历史与现实 善良与罪恶的深刻反思 恭喜 那么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为获奖代表颁奖 祝贺 请发表感言 谢谢福州 谢谢福州丝绸之路电影节 谢谢CCTV 我是窗外年华 我们是做海外片引进的一家公司 这是我是在福州第三次我们的影片 在福州获得奖项 所以非常荣幸 谢谢 谢谢再次祝贺 这是电影的中方版权方的代表 祝贺你也谢谢我们的开板奖嘉宾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我觉得龚俊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曾经为动画片配过音 我们也期待未来继续为动画电影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